下面有看第三章 函数的连续性 连续 它的英文叫做continuity continuity 连续性 C-O-N-T-I-N-U-I-T-Y continuity 这是名词 前面极限讲完以后我们要讲连续性 什么叫连续性 简单一句话 如果一个函数的图形 你拿个笔这样画 中间你都没有离开过这个纸 那这个图形就是连续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最简单一个观念 你在画一个函数的图形画 中间都没有断掉 也没有坑洞 突然间跳到这里来了 这就不连续了 跑到这边断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突然间掉下来 这就是断层 我们底下来看看 我们画一个图来说明连续性 我们来看一个函数图形 在A点 你在画图画到这边 这一点跳过去了 这里就有个破洞 这个地方就不连续了 是不是 有个破洞 好 再来到这边 然后怎么样 砰 跑到这边来了 这里有一个洞 这个叫做什么 爆冲 砰 跳上去了 然后再来 下来下来下来 函数图形 这样 到了这边 砰 从这边上来 这就变成一个断层 对不对 你看 相差那么多 这里也不连续 刚刚这个也是不连续 到了这边 哇 一支都无限大 对不对 控制不住了 然后中间这里也断掉 到了这边突然间 又从这边开始 所以这里也是断裂 裂开 所以在哪里不连续 这里不连续 这里也不连续 锡点也不连续 低点也不连续 不过它的不连续 情况都不太一样 有的是什么 破断 有的是暴虫 有的是断裂 是不是 反正都是不连续 好 底下呢 我们来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连续 在某一点连续 Fx在A点连续 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在某一点要有意义 第二个条件 就是它的极限要存在 在A点的极限要存在 第三点 这极限要等于什么 等于 Fa 这两个要相等 像这一点 在A那一点 破洞 没有定义 这个你就不用考虑了 这一定是不连续 第一个条件就没有满足 对不对 在A那一点你必须要有意义 第二个 在A点要有极限存在 像在这里 从左边来靠近 B点 从左边来靠近 它的极限是这一点 从右边来靠近 这极限也是在这里 极限虽然存在 在这一点它的极限存在 但是它有没有等于它的函数值 它的函数值在这里 没有相等 有定义 极限也存在 但这两个极限跟函数值 有没有相等 没有存在 所以它还不连续 这个叫跳跃 到了这边就跳 跳走了 那这个我们来看 这左极限存在 右极限也存在 但是它没有相等 所以第二个呢 这个的话 就第二个条件不满足 极限不存在 在C那一点的极限不存在 这个是第三个条件没有满足 好 再来我们看 这左边的极限不存在 右边的极限也不存在 这也是第二个条件没有满足 还有第一个条件也不满足 第一个是什么 在那一点有没有定义 没有 第一个函数值是哪里 没有 没有定义 那这个呢 也是第一个条件不满足 在A那一点没有定义 好 如果说在某个区间 刚才我们是讲在某一点连续 在某个区间的每一个点都连续 好 比如说在这里到这里 中间每一个点它都连续 我们就称说这个函数呢 在这个区间连续 如果Fx在这个区间 每一个点都连续 上每一点均连续 在这个区间上面 在某一个区间 每一个点它都连续 我们就说称函数在那个区间上 都连续 好 举个例子 像刚刚这个 对不对 这函数图形你看 从A点到这边 每一个点都连续 中间都没有断掉 那我们就说这个函数 在A B这个区间连续 好 底下我们看立体1 下列各函数中 求函数 求函数为连续的X值 这个函数是什么 一次函数 一次函数的图形是什么 直线 直线怎么样 在每一个点都连续 在每一个点都连续 对不对 在十数上 或者我们说在这个上面 连续 在整个十数上面都是连续 如果我们来画图 S等于0带进来 0的时候它是-1 通过这一点 1的时候呢 它正1 1的时候1-1等于0 它通过10这一点 也就是它通过这两个点 好 我们把这两个点连起来 因为这是直线嘛 你只要找出两个点 就可以描出来 这条直线是怎么样 每一个地方都连续 中间没有断掉 是不是 所以在整个十数线上面 在整个X轴上面的点 它通通都连续 好 我们看B 来 我们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个分数 一碰到分数我们就要小心了 对不对 这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进一步给它画一下 这个可以分解成什么 分子可以X加1X-1 是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会连续 显然在哪里不连续 有没有人知道 X等负1这个就没意义了 X等负1的时候 它没有意义 也就是它没有定义 也就是它没有定义 这一个条件就不满足了 这一个条件就不满足了 X等负1的时候 X等负1的时候 F-1 我们怎么样 没有定义 所以 F-1 F-1 在X等负1的时候 不连续 只要不等于负1 不等于负1 我们就可以约掉 对不对 变成F加1 只要X不等于负1 不等于负1 这个可以写成A加1 乘以A-1 这两个约掉 乘下A-1 对不对 因为 当X不等于负1的时候 不等于负1 这个就不等于0 不等于0 这上面可以约掉 上面是写成 X加1 乘以A-1 那约掉 这里是加1 所以约掉就这个 变成A-1 不等于负1的时候 它就是什么 一次函数 一次函数的图形就是什么 直线 负1的地方 它没有定义 其他地方都等于多少 X-1 X-1 X-1的话 X等于0的时候 它就得到负1 1的时候 它得到正1 所以画起来的图形 变成这样 在负1的地方 这个地方你要弄个洞 因为这个地方缺口 因为它没有定义 没有定它的值 其他地方都可以 其他地方都是用X-1 所以在这一点没有定义 也就在这一点不连续 其他地方都连续 它将把连续的点找出来 所以FX 在哪里 所有的时数 除了 互1以外 其他地方都连续 好 好 我们再看C这一题 好 这个题目我们来看看 我们可以画图 不等于1的时候 不等于负1的时候 负1在这里 它的函数值是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 1的时候是0 负1的时候 0的时候是负1 负1的时候 负1的时候 它规定怎么样 等于负1它的值 它的值等于2 1 2 它跑到这边来 它跑到这边来 这个地方它怎么样 刚刚跳到这边来 跳要式的 好 它图形变这样 虽然在负1 它有定义它的函数值 但是呢 极限也存在 但是这个极限呢 我们看看 x去近负1 它的极限是多少 大家往负1靠近 往负1靠近 我们看这些点就往这里靠近 这是多少 这负1 这负2 是不是 那你从这边来靠近 它的点往这边靠近 这是靠近负2 这是等于负2 好 那这个h-2呢 h-2 第二个存在 极限存在 再来 在负2的地方有没有定义 负2的时候它定义成多少 在负1 负1的地方它定义成2 第三个条件 这两个有没有相等 极限 跟这个函数值有没有相等 没有 一个是负2 一个是真2 这两个不相等 这两个不相等 不相等的话 第三个条件没有满足 那么它就是不连续 在负1的地方不连续 是不是 在负1的地方不连续 其他地方都连续 所以它叫你把连续的点找出来 我们就说 h-x 在 所有的时数 其他的点都连续 这里是看图了 这是跳跃 对不对 这一点跳掉了 只有这一点不连续 看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不看图用定义也可以 所以这个在R扣掉 负1的地方 连续 再来我们看底下D Mx 我们定义成1跟负1 这是x大一等0 x小一等0 大一等0的时候 它的函数值是1 包括等于0 所以这个要画实性 小一0 它的函数值是负1 没有等于0 所以这一点不包发在里面 其他的地方都是等负1 这个你显然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怎么样 在负1那一点的极限怎么样 不存在 为什么 你从右边来靠近 它的极限是1 从左边来靠近0 靠近0的时候 这个极限是负1 所以这极限 在0这一点 它的极限不存在 右极限 左极限不相等 所以它极限不存在 也就是第二条不满足 所以它不连续 其他地方都连续 其他地方都是怎么样 都没有断 就这里断 我们来看 在x趋近于0 从0的右边 我们知道它的极限是1 0的左边 它的极限是多少 从0的左边来 这等于-1 好 这两个不相等 这两个不相等 所以这极限不存在 这极限不存在 第二条不满足 它就不连续了 对不对 所以 mx 在x等于0的时候 不连续 除了0以外 在x等于0的地方断掉 从这边跳到这边来 其他地方都连续 所以它叫你 你要针对题目 题目问你什么 问你说 求出函数为连续的x 把它连续的x 把它找出来 不连续把它扣掉 所有的时数 把它扣掉0那一点 x等于0不连续 把不连续的扣掉 其他的点都连续 在这个上面 连续的点就是这些东西 再来我们看1 1小题 它nx 是这样定 x分之1 x大于0的时候 这样定 x小一等于0的时候 定义成-2 这个显然 大于0的时候 我们看它的图形 长这个样子 导数 有些同学 下课的时候 问我说 老师这图形怎么画 你去描点 大于0你就描 1的时候 它的值是1 对不对 x等于1带进去 它的函数值是1 2带进去 1分之1 对不对 1分之1 这是1 这是1分之1 然后这样一直 把这点 就可以描出来 小1等于1 0 它就是负2 负1 负2 它的函数 都是等于负2 是长数 这个有等号 所以你这边要画十星 显然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里 0的时候它不连去 因为到0的时候 它蹦 跳 0在这里 大于0它就跳上去了 是不是 右边的极限不存在 左边的极限是等于负2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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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均匀 0的时候 这个nx 不存在 左极限是负2 右极限是无限大 对不对 从右边来靠近0 你看这个函数值是无限大 所以我直接写它不存在 所以在0的地方不连续 好 其他的点都连续啊 你看 其他点就连续 到了这边才断掉 是不是 然后这边过来 所以 这个函数 在哪里连续 所有的时数都连续除了0以外 好 我想我们 今天就讲到这里 讲到第三章 函数的连续性 我们讲到第35页 要讲定理3-1 对不对 定理3-1 定理3-1呢 第一个性质 就是常数函数 任何常数函数 假设好比说fx 这等于k 像上次我们有个随唐练习 fx等于5 是不是 就等于固定的数 这个叫常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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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意x 都连续 或者我们说 在英文的话 用英文来讲的话 就是continuous everywhere everywhere就每个地方 everywhere就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连续 就是这个呢 不管在任何一个点 它都是连续 常数函数 第二个性质 这个一次函数 fx等于x 这个也是怎么样 任意地方都连续 我就直接写好了 写英文比较简便 这个也是continuous everywhere 第三个 这涉及到两个函数 如果 fx gx x 在x等于a的地方 连续 折 在a的地方连续 这两个函数 在a都连续 那么呢 它相加 也一定连续 在x等于a的地方 在a这一点 为连续 好 我们看 第四个 这里 这里其实 加跟减都一样 加 连续 减 当然也是连续 所以我把这两个性质 写在一起 再来就是关于fx 两个相乘也会连续 第五个 如果说fx 在a的地方连续 那么n次方也连续 第六个 除的话也会连续 fx 除上gx 除上gx 这两个函数如果在a的地方连续 那相处的话 在x等于a的地方 也是连续 不过这边我们要注意 有分数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g a不能等于0 在a那一点等于0的话 这个就没有定义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排除掉 只要在a那个地方 g的函数值不等于0 那么这是连续 好从这边你大度上可以这样看 常数函数 常数函数各位看看画图 它图形是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fx等于k k如果等于1等于2 它是一个水平线 这个当然是连续的 为什么 中间没有断掉 还有呢 fx等于x 这是一次式 一次式是什么 直线 直线当然也是连续啊 中间没有断 我们看 它x的话 它的图形长这个样子 fx等于x 这也是连续的图形 这图形没有中断 好 再来我们看第三个性质 如果fsg是在a那点连续的话 前面这个是每一个地方都连续啊 第一第二个都是continuous everywhere 每一个地方都连续 处处连续 那这个呢 我们是针对某一个点 a点 a点 s等于a的时候 fsg是多连续的话 那么它们的加减 乘除 就是四者运算 也连续 有这个性质 你讲 一定会问说 那第五个呢 第五个 你在乘方 乘方可以把它看成什么 乘n次嘛 fs连续 你乘两次还是连续 你用乘法性质 是不是 乘法其实这一个 直接从这边可以得到的 乘方就是连续的成绩嘛 是不是 重复的成绩 自己跟自己重复相乘 连续的话相乘 根据第四条规则 它仍然是什么 连续 连续 除法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昏摩 在a那一点有没有连续 你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说 在a那一点 有没有等于0 等于0它就不会连续 等于0这个就没有定义了 我们讲连续的话 至少在那一点要有定义 没有定义的话 谈不上连续 因为你那个地方函数值都没有定 那个地方根本不能谈连续 是不是 好 这是定义 当然我们在三管学院 像这些定义我们都不证明 因为证明 大概做下来大概一节课 但是在理工学院他们会证明 那各位呢 你们有你们的重点 你们只要会应用 是不是 有问题 有兴趣的人 可以找我 或者你去看一些其他的教科书 理工学院的教科书 他会证明 到图书馆去看看 找理学院 工学院的 维基文的书 他都会证明 好 下面我们看看定义3-2 任意 任意十系数多项式 处处连续 假设 假设有一个兜向式函数 这个呢 这种兜向式函数 你可以把它看成 来 我们先看其中一项 N 这是常数 系数都是常数 对不对 我们这边讲的都是实数 实系数 常数函数是不是连续 是连续 X是不是连续 也连续 X的N次方 一个连续函数 N次方又仍然是连续 那连续函数 乘以连续函数呢 连续 我们知道相乘 连续函数相乘也是连续 所以这个是一个连续 同理 这个每一项道理都一样 都是连续 那把它加起来呢 当然也是连续 所以任意都相似 它一定是连续函数 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们应用刚刚学过的定理 是不是 加减乘除的性质 这个是一个连续函数 Continuous Everywhere 处处连续 好 那么至于分数 假设Px是个多项式 Qx也是个多项式 最后 如果我们认为 我们选择 这个一定是个多项式 所以我们选择 它是个多项式 也认为 的 所以我们选择 到 我可以解决 你也可以解决 假设PS QS 这是多相式 这也是多相式 然后这是他们的三 也就是这是个分式 这个时候 这个也一定连续 除了分母为零之外的点 通通都连续 为什么呢 我们这样看 一个函数 连不连续 怎么检查 回到定义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连续 是怎么规定 这个函数连不连续 就看它的极限 它比如说 你要看它在A那点 有没有连续 你就看它在A那点的极限 要存在 而且要怎么样 要等于 把在A的枝带进去 这个东西 它在A那点的极限 要存在 而且要等于在A点的函数值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 连续函数的定义 是不是 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在A那点的极限 要存在 第二个条件 在A那点的函数 要有定义 就是那个值 你要有定义 第三个 它们要相的 三条件 记不记得 这个要记起来 很多东西 数学最初就是 很多东西 最后回到定义 你怎么界定 所以各位 我跟各位讲过 那概念很重要 极限的概念 你知道 那你这个你就 知道怎么去证明 好 我们现在来检查看看 这个是等于什么 根据分数的极限 会等于什么 先取极限 再取分数 这是先除 再取极限 根据极限的性质 你可以分别取极限 先取极限再除 好 这个既然是连续 连续的话 它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等于它的 函数值 再A那点的函数 这个呢 它如果是连续 它就应该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地方 从此 你可以看得出来 PX GX 在A点的地方会连续 因为它会等于这个 不过我们要注意 只要它这个分母不为零 这个不等于零 那这个是相等的 各位要注意一下 在S等A的地方 连续 各位所学的函数 大多数都是这种函数 都像是函数 顶多 是这种有理分数 所以你们所接触到的 几乎大多数都是连续函数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底下的立体 是求 下列 各函数 连续的 连续的 X 子 好 我们看A这一点 我们看FX这个图形 这个函数 各位看 这是什么函数 多像是函数 多像是函数 一定是怎么样 处处连续 我们刚才看到了 continuous everywhere 我解释过了 是不是 这个是 他问你说在哪里连续 你就处处连续 continuous everywhere 好 我们在前面P 好 我们看B这一题 这一题各位看看这是一个什么函数 分式函数 有分子 有分母 分子分母都是多像是 这时候你必须要注意的是什么 分母的地方 你碰到有分数 你一定要有敏感度 就分母的地方要注意 你看到开方的时候 开偶数次方 你就要注意到 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十函数 都是在十数的范围 我们不谈虚数 所以你碰到开偶数次方 根号里面的东西一定要大于等于0 碰到分数的话 这分母不能等于0 好 我们把等于0的找出来 这等于0你可以因识分解 x-3 x加1 你用十字交叉成法 分解因识 在国中学过的 好 这分解成这样 那这两个相乘等于0 一定有一个是0 x-3等于0 或者x加1要等于0 这样乘起来才有可能等于0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得到是3 这个呢 x-1 在等于3跟-1的时候 这个分母会等于0 所以你要把这个排除掉 分母等于0 它就没有定义 我们讲连续的话 第一个在那个点 要有定义啊 函数值要有意义啊 否则就免谈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hx continuous 我喜欢用英文 笔画比较少一点 continuous everywhere 每一个地方都联系 然后怎么样 except 除什么以外 除了x等于3 和x等于-1以外 你写中文也可以 你写out 除了x不等于3 不等于-1以外 其他的点都连续 那比划很多 没有关系 你只要表达得清楚就可以了 那我有点拖懒 我用英文 比方比较少一点 但是英文有它的文化 你先肯定 把这个例外的写在后面 每一个地方都连续 除了之外 except x 等于 3 负义 好 我们再看这一题 这一题 你一看它是个分式 分子 父母都是多样式 那么它一定处处连续 除了父母为灵以外 父母 各位注意看看 父母有没有可能等于灵 注意什么地方 父母 父母 你要注意的就是什么 什么地方要注意 要注意父母 当父母是什么状况之下 你要把它避开 等于 0 的时候 好 那现在我们看看 x 平方加 1 会不会等于 0 不会 为什么 基本观念 x 平方任一个时数平方以后 一定大于等于 0 加了1 一定大于等于 0 加了1以后一定大于等于 1 你绝对不可能等于 0 这一定至少是1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不会等于 0 所以 x 平方加1 不等于 0 故这个 gx 每个地方都会连续 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父母为灵的地方 它会出问题 现在我们要去探讨 父母绝对不会等于 0 因为 x 平方一定大于等于 0 然后两边同时加1 这个就大于等于 1 所以它不等于 0 不等于 0 那这个东西呢 父母不会等于 0 任何地方它都不会等于 0 所以这个就保证你 每个地方都连续 continuous Like call Averання 处处连续 这个用来看看 来看看 我arius 三跟腹一带进来 父母会等于零 所以你要把这个三跟腹一把它排除掉 好 再来我们看随堂练习 呜电和垣的定位 感谢观看 好 现在这两题各位先练习一下 看看 注意题目啊 题目是找什么 找不连续的 题目要看清楚 不连续的X值 这一题怎么样 这一题你看跟这个完全一样 只是分子不一样 你要看它分母 它不连续 不连续就是分母为零的地方 我这本书是专门为你们写的 我写得非常非常简单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你看我连这个练习都是刚刚讲过的 只是分子不一样而已 里面完全一样 是不是 你看 这个呢 因实分解 X-3 X加1等于零 是不是 所以X等于3 或者X等于负1 这个不连续 它将你把不连续的点找出来 不连续就是分母为零的地方 所以它不连续的点就是三根负1 好 再来这一题 这一题是什么 多向式函数 多向式函数怎么样 处处连续 你没有什么好顾虑的 分数的话你就顾虑到分母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处处连续就没有一个地方不连续的 continuous everywhere 没有一个地方不连续 或者你写说处处连续 这样也可以 这个是叫你负面表列 不连续的把它列出来 对不对 你每个地方都连续 那表示说没有一个地方不连续的 你这是正面表列 是不是 是跟不是 是之外就是不是 对不对 连续的地方以外就是不连续 好 再来我们看底下定理33 定理33 定理33是讲这个合成函数的性质 我看底下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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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按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们讲到两个函数如果是连续的话 在某一点连续 那么他们经过加减乘除以后 在那一点还是连续 除的时候要注意分母不能等于零 就那个地方要考虑 等于零你要把它排除掉 其他地方都没问题 那这里是谈到两个函数的合成 如果G在A那一点连续 经过G的作用以后就GA 对不对 它的函数是GA 那F又把GA 这个F 经过G作用以后 像在F对它的作用在A点 F在GA那点也连续 G在A那点连续 完了以后再经过F F对GA的作用它也连续 那么这两个合成以后就连续 先进过G 它连续 完了以后F在GA那里也连续 那么合成以后它也会连续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连续的定义就是这样 你看它的极限 在A那一点 这个合成函数的极限 就会等于把A带进来 它的极限的极限会等于它的函数值 这叫做连续 那这就说明了什么 你这个G如果是连续 F也是连续 那合成以后也是连续 底下我们来做一些立体 的极限 这个是不是连续函数 是 为什么 你这个可以把它看成什么 5加x平方为连续 对不对 我们讲的是对任何点它的连续 每一个地方都连续 那我们知道 它三方 任何一个东西开三方以后 这基数翅方 所以你这是正的负的都没关系 偶数翅方才有问题 偶数翅方的话 你里面不能是负的 因为开偶数翅方的话 你根号里面如果是负的话 它开出来是什么 虚数 但是我们现在谈的都是死数 各位在商学院 管理学院 你谈的东西从来不会去碰虚数的东西 工学院就会碰到 因为它讲到电流 那个地方都要用到电子 那些就涉及到虚数 所以各位现在谈的都实数 实数的话 所以这个里面一定要大一点点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是连续 而且这个东西呢 它是激素 激素你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大一点小一点都没问题 开几次方 这个也是连续 处处连续 因此呢把它合成 你第一个先经过这个函数 x 先把它平方再加5 这是第一步 完了以后再给它开三方 我们知道开三方也是连续函数 所以这两个合成以后呢 5加x 平方 完了以后 再经过三次方 这是两个函数的合成 这是fx 或者我们说gx 读到是这样的话 f y 你如果说这个x写y都没关系 这里是y 这里就y 这里是x 这里就x 对不对 反正函数 函数你要用什么来表示变数都可以 你先经过g的作用以后它是连续 g完了以后再进入f 这个作用完以后再进入f 它就是等这个东西 g把x对应到这个东西 然后f是把它开三次方 所以这个也是合成函数 它也是连续 continuous everywhere 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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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